苹 ROB 诶...这里是... 尽量度和普通的定位的空间的流洋。 我当时连人在科洛斯耸,我就放了去奥托。 也就是说... 这间尽量пер组的核心地方还有一段距离 congressional接近 respeactiv bones 其他人呢? 德丽莎主教显然还没有完全恢复,至于其他人,卡斯拉娜的肾痕与他们的体质并不全然相容,而且……不,没什么。 如你所见,这里很容易令人迷失方向。 好在不久之前,德丽莎主教在这里留下过世梦的痕迹,只要用虚迷戒子加以标记。 避免地 tuned,不许存在,不许存在脖子。 果然... 审判的时刻... 这条路的尽头...就是... 多半如此... 所以... 算了... 还是先确保齐格菲先生的安全要紧 时刻到了! 凯亚娜... 走吧, 凯亚娜... 我们出发! 对不起, 老爸... 我只是不想再看到你受伤了... 我... 也想保护你... 不... 应该道歉的是爸爸... 爸爸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 老爸... 你怎么了? 我觉得老爸对我很好啊! 老爸陪我训练... 还给我买了很多很多礼物... 但是老爸没有问过你喜不喜欢训练... 喜不喜欢礼物... 老爸没有问过你的感受... 明明你的感受... 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 感受? 嗯... 你的感受... 你喜欢的食物... 你想做的事... 你想成为的人... 对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一直都没有好好地给你庆祝过... 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去买一个大蛋糕... 好好地庆祝一下吧... 哼... 走吧... 我一直在犹豫的... 是究竟要如何去做... 才能对得起你未来的人生... 对得起你的妈妈... 的确... 我们都是卡斯兰娜家族的一员... 彼此都是平等的战士... 但作为父亲... 我也当然希望你有一个平平安安的童年... 像你妈妈期待的那样... 健康快乐地长大... 但我们在天命里... 真的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我们什么都不做... 就可以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好吗? 就对得起卡斯兰娜这个名字吗? 我们终究不可能对这件事视而不见... 对不对? 那一天... 你最终说服了我们的父亲... 是的... 我将成为他在这次行动中的助手... 如果是事先就知道这件事的结局... 你会感到后悔吗? 后悔? 为什么? 你不就是未来的我吗? 可我终究已经不是你了... 或许你的确不能算是我了... 但我... 却仍然还是你啊... tier上我的皇 ridkas at 尔兰娜真正的身份空间 老犯的... 就在这里... 出发吧,我们去救出齐格飞先生 可恶,略者的力量被不断化解 别慌,圣痕的规则还是由圣痕来超越吧 以沙尼亚的致命号令 与黑渊盛开的白花,绽放你全部的力量 凯亚娜 扎那,就是现在 走吧 这团火焰 是你为我点亮的一切 对了,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一直都没有好好地给你庆祝过 我真是个不称职的父亲 去买一个大蛋糕,好好地庆祝一下吧 老爸 欢迎回家 凯亚娜 我来救你了,老爸 你不是说过 卡斯兰娜家的人,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都一定要守护住自己最爱的人吗 所以,我们就来到这里了呀 看来德蒂莎确实没说错 你已经是个大姑娘了 那还要说 识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成语我都已经学会了很多 不过,能做到现在的事 我也离不开大家的帮助 德里莎学院长 圣弗雷雅的伙伴们 还有 幽兰戴尔 是的 因为一些复杂的原因 我觉醒了不止一种圣痕 奥托吗 算是吧 不说这个了 刚才 我已经在这里设置好了信标 大家先回到更安全的地方去吧 我们先离开这里 幽兰戴尔 幽兰戴尔 我之前 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 我现在已经是在哪里了 是 我还要但是 如果你 我还要出发 我 我 他们都是博家梵歌里的章节 是很久以前 一个喜欢印度神话的同学 读给我听的 我觉得 你现在的心情 也许和书里那个 大战之前的阿周纳 有几分相似之处 阿周纳是谁 是印度神话里的一位王子 也是一位大英雄 他在巨颅之野的大战开始前 看到自己的许多亲朋好友 站在了敌人那一边 因此心灰意冷 不愿上阵 而博家梵歌 就是被称为博家梵的魁师纳神 劝说阿周纳 打起精神参战的演讲内容 可是 我并没有要在战场上面对什么亲朋好友啊 是的 你应该不可能在这里遇见什么亲朋好友 比安卡 你遇到的问题和阿周纳正相反 正因为如此 你和他的心情 却反而有了几分相似之处 我不是很懂你在说些什么 我是说 你和你即将面对的敌人 在本质上并没有任何交集或冲突 而你 正因此畏首畏尾 你的心中仍然存在着犹豫 迷茫 甚至恐惧 比安卡 到目前为止 你只是在顺着船长或者议长的计划行动 你并没有认真思考过 你本人在整个事件中 有着怎样的意义 无处安放的责任感 这才是你当下紧张情绪的本源所在 因为你始终觉得 自己是一个外来者 生怕辜负了这些异世界人 殷切的期待 我向丽塔 打听过一些你以前的事 你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女巫神 但是给你带来喜悦的 永远是任务和事件的结果 而不是他们的过程本身 我觉得这样很辛苦 而且也没有必要 可是 出生有什么意义 死亡有什么意义 人类 世界 宇宙 又分别有什么意义 举例来说 你 比安卡阿塔吉娜 你的存在意义 就是你自己本身 对于其他女巫神来说 你是一种厚生可畏的激励 对于那个主教来说 你是难得的锻炼样本 对于这个世界炮里的人们来说 你是形下仗义的超人 对于你自己来说 你从零开始 重新书写了自己的人生 所有的这一切 都不是什么结果 他们只会起始于无 又消失于无 比安卡 这个世界炮所期待的拯救 不是一个结果 而是一段过程 一篇乐章 就像瓦格纳 或者理查施特劳斯的乐章一样 女巫神 你有能力在舞台上 完成属于自己的表演 这和你是不是 这个世界的一员 根本没有哪怕 一个基本粒子的关系 齐格飞先生 如果你能回忆起 在哪里见过我 那么我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对你来说 就会好懂很多 大约两个月前 我中了奥托的暗算 被流放到了虚数空间的某处 那里是一片鲜红的沙漠 虚数空间中的一个独特维度 无尽的历史 他们在那里 会以潜意识的形式 不断呈现出来 但 正是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漂流中 我遇到了一个特殊的存在 他是一位能勇敢面对一切的英雄 尽管他的人生乍看上去 早就被所谓的命运 像纸一样撕得粉碎 他失去了妻子 失去了女儿 但他从未失去斗志 也始终乐观向前 在神话中 西西福斯费尽力气 把巨石推上高山 然后无助地看着巨石 从高山上滚落 如此周而复始 从某种角度上说 这是人生的常态 我也并不是仅仅因此 就与他的人生产生了共鸣 在此之上 他选择了做一个命运的斗士 选择了我希望自己也能如此生活下去的一种态度 不像命运低头 不像世界屈服 始终贯彻自己内心最纯粹的信念 这是西西福斯为我们留下的真正应急 是英雄的证明 更是人类的证明 因此 尽管对他来说 这场遭遇 或许只是一场转瞬即逝的迷梦 但比起我的血缘 我失忆之前的过往 他对人生的态度 他的人格碎片对我的激励 这些事物 才是我最为真实的宝物 也正是因为这些事物 我今天和Kiana一起 决议将她从最悲惨的命运中解放 自私一点来说 这并不是为了她 也不是为了Kiana 这份决议的起点 他在于这位英雄的人生 为我带来的共鸣 齐格飞先生 那时我遇到的那位人格碎片 他就是这张相片上的侯母 褪色之后的样子 他 他 这张相片 他就是这张相片的侯母 这次 我终于听见你的声音了 那时候 你还真是喊得很大声啊 尤兰戴尔 比安卡 阿塔吉娜 都是帅气又好听的名字呢 从2008年在疗养院醒来 到2011年 成为史上最年轻的A级女巫神 再到第二年 渗入量子之海 拯救了远方的整个世界 在12岁的年纪 你就已经做到了 其他任何一个卡斯兰娜 都不曾做到的奇迹 虽然如你之前所说 我们不应该以成败论英雄 但 无论是星毛与天元 还是为人类而战的律者 你们所达到的成就 早已跨越了自己父母的极限 虽然为人父母 最希望的不过是 你们能够好好生活下去 但又有谁不希望青出于蓝 又有谁不会为你们这样的女儿 感到自豪呢 比安卡 奇亚娜 就让你们的笨蛋老爸 骑个飞卡斯兰娜 坐一会儿 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父亲吧 好了 你还犹豫什么呀 可是 等等 一家人 就要这样才对吗 过去 是你们让我有了 加入这个家的契机 在这种特殊的时候 我当然也要再退你们一把才行啊 凯亚娜 这还真是 凯亚娜一贯的作风呢 那当然啦 在久别重逢的时候 如果你们只顾着做人生演讲 那也太奇怪了吧 我还没想到这种特殊的作风呢 我还没想到这种特殊的作风呢 感谢观看